看一次笑一年的穿帮镜头肖战身旁的数字量 光头墙开车你见过没 一、光头墙经常开着自己的车 但是大家仔细看看 光头墙开车竟然不用钥匙就能够开车 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 难道光头墙是用意志力开的车吗 二、魏武县在这里的镜头 他旁边的树上写着阿拉伯数字5.16 但是古装剧里是不应该出现阿拉伯数字的 三、狱警走到夜昭的林双阁门口 在窗外偷看夜昭的时候 注意旁边那一盏灯是没打开的 也是很明显的四 宋运辉上了大学之后依然很用功读书 他来到了教室里 可以看到他后面的黑板与墙中间有一个电线盒 外面还有扣板 在那个年代应该没有这五件吧 五、爱情公寓其中有一个穿帮 是悠悠找出来一张快递单 但是让人不能忍的是明明是京东的快递 突然变成了优素